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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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所見就起碼哥倫比亞大學都有份的 就是他們的醫學院有份去參與一個研究 就是嘗試去收集一下很多這些已經是處於一個植物人狀態的病人 那究竟他們對外界還有沒有反應呢? 我們可不可以找一些方法來量度他們來知道這個答案呢? 那麼他給了一個數字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數字也很值得大家去 就是不大不小 但是已經足以值得我們去留意 就是說如果有人很不幸 他遭遇到一些疾病意外 令到他是困了一個身體 全身是癱瘓 甚至乎他連人都認為他是都沒有意識 就是個個以為他沒有反應沒有什麼 但是原來他醒來聽到周圍的 自己不停地想事 接著就鎖了在這裡 動不了的 那就是這些情況的人多不多呢? 原來是需要去關注的 但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主要我們都是看他腦部的反應 比如說 有人在他身邊說的東西 原來他腦部其中一件事是燃燈的 那就是去推斷呢 其實他有一個的知覺在那裡 那是的 其實第一件事就去想了 我們人怎麼去處理這些信息呢? 就是如果你是有一個感官在那裡 那個感官會和你傳信號下去 是不是就代表你聽到呢? OK 因為譬如你腦部裡面還有沒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可以對這些信息有反應 甚至乎有反應之後 去給其他一些的信號出來呢? 對於那個運動神經的動作我們是很明顯的 外面有東西燃到他 那個信號進來 接著就有一個命令給他出來 要他縮手 還是有什麼給什麼反應 這個我們看到也有一些東西在那裡 所以譬如說我們看看那個人有沒有反應 有時候去捉一下他 那些運動神經有沒有反應 但是你說如果是由那個聽覺那裡 或者是由那個視覺那裡進了那些信號去 然後有沒有東西出回來呢? 他可以表現在哪裡呢? 他又說不了話 OK 或者他也控制不了他的肌肉 做不了的動作 是不是? 有時候有些情況就是 如果你好像Steven Hawking他去晚年的時候 那你都叫做你將你的思想意識 去用一個很簡單 你身體上還用到的 最後一塊肌肉那裡去動一些東西 那都叫做可以表達到 但是如果剛才說那些植物人狀態 你真是一個人 你以為他睡了又什麼反應都給不到 你只知道他有呼吸心跳 然後也不知道那個腦部活動究竟是否反映意識的時候 其實變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在這裡探討那麼久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搞清楚 它有信號入 那個信號有沒有被處理到? 還有是不是一個反應都在一個意識狀態上? 其實這裡是搞了很久 現在呢 這裡又不得不去講一個問題就是 由那個腦電波、腦素描那些研究 就是你拿那個腦電波 譬如說有些叫EG的東西 純粹看它的電的信號 把電極放在頭皮裡 看看整個頭殼那裡有信號 那是一個比較粗疏的測量 如果你要是比較立體的測量 你就要用到那些叫FMRI的東西 那些磁力共振那些東西 那磁力共振就給了另外一批的數據 就看到整個腦部的訊號怎樣射來射去 那我們也是需要一個比較好的精確度 才能夠看得到就是說 究竟他是處於一個什麼意識的狀態 那我還記得一兩個禮拜前我們提到的 我們現在才叫做有能力 才叫探討到就是一個人 如果處於一個叫做開機的待機狀態的時候 他的腦部的反應會是怎樣 就是現在才開始抽屍剝繭 找到這一套神經網絡的訊號出來 然後就是腦部究竟你是一個什麼的訊號形態 代表著你是清醒有意識呢? 就是這裡你都有一段時間搞的 那其實呢 現在講到那個人類意識起源的問題呢 我記得他有一段 就是有一、兩年前 同一位有份研究這些專家朋友去討論過 我在預備科學新知題目的時候 我看到美國現在有兩派的人 有兩派學說 就在爭論著這個才是解釋老神經意識的一個正式的學說 那他就一句扮過來就是說 就是我覺得他好像寫得很好 講得很精彩 接著他一句扮過來就說 就是我很遺憾你覺得這些東西你會看得很精彩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其實就是很多時候呢 你強行想將這些東西用一個二分法一個武俠小說的形式 講到這個門派這個門派 怎麼去互相爭大家去對呢? 其實就太過賦予一個很不反映現實的神話色彩在這裡 因為現在整個意識研究的領域呢 不是純粹就是說 我認為那個意識是在這塊東西裡 我認為那個意識是在這塊東西裡 兩派之爭就不是在爭著這樣的樣子 就好像你今時今日的眼光 再看到那些人在爭著究竟是地心說還是日心說 你就會覺得很幼稚 而且也都反映不到最後那個實際的真相 所以更加實際的就是由那個老神經訊號的實證度 真是慢慢去抽屍剝檢 不要這麼快去建立一個好像很簡單漂亮的理論 來去解釋那個意識先 那這次他們這幫哥倫比亞 就是這幫醫生 他們基本上就是由很實際的老神經的那個訊號 來去嘗試去看一下那個人是不是清醒 那他們用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那他們找了一堆這樣的重度 我們認為它是重度昏迷 就是基本上完全是植物人狀態的人 那他們找了很 譬如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找了成二百四十幾個這樣的案例 然後呢 就嘗試跟他們溝通 那就 嘗試叫他 叫醒他 呼喚他 然後就跟他說 就是說 嘗試給我幾個命令 就是說 現在呢 我們想嘗試了解一下你腦裡面的思想 你就跟我這樣做 你現在嘗試 如果你聽得到我說的話 你明白的話 你就跟我以下的指示 就是說你幻想一下現在自己 把雙手打開 然後 然後 好了 維持著這個狀態 然後 我現在再給你下一個指示 雙手合起來 然後呢 其實呢 就在那二百四十幾個病人裡面 其中看到有六十個病人呢 是有反應的 那個反應就反映在那個露電波上 看到它一種獨特地 就是反映到 真是它視乎是處理著這個 就是 它真是在那裡想著 慢慢想著 隨著你給下去的那個指示 它就跟你去做 但是當然你看到它的露電波形態 你是不知道它在想著什麼的 但是似乎它有些東西是在跟著你 那從這裡是不是反映到 其實它就是因為聽到你說話呢 而且不止的 不止就是做一個這麼簡單的測試 他們甚至乎就是說 我現在在幻想著 你現在幻想著自己在打網球 你是幻想著自己現在 回憶你自己怎麼去玩 和去看別人打網球 那個節奏是怎麼樣的 當然在它幻想著的時候 有個運動員拉扒打 然後有個球飛去對面 對面的運動員有拉扒去打 然後就是由這個這樣 就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用這個這樣的幻想的題目 其實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它們會想到有肌肉動作去揮拍那一下 還有它想到那個拍 它怎麼去彈到 即是打到那個球 還有那個球怎麼行進 有幾套不同系統的圖像在那裡 於是就可以更加 引導它們思想更加複雜的東西的時候 就更加清楚在想的那樣子 是不是真的來自我給它的指示了 還是純粹就是 我只是說了一句話 原來你有反應呢 這樣 那就是暫時聽它的方法 都似乎是有靠得住的地方 因為它們嘗試叫它們想 就是叫那個癱瘓的人去想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結論就是說 原來現在不斷抽二百多個案例 都有四分一的人是有反應的 所以如果你告訴我們 有些可能遇到意外去癱瘓了 甚至昏迷了的人 它原來是可以聽到外界的東西 然後它就 其實我想到一個很悲哀的圖像就是什麼 你基本上鎖住了一個肉身搬大小的棺材裡面 沒有任何就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聞不到的東西 最慘的是如果你還可以有地方有感覺 碰到東西 你會癱瘓你招不到 然後你可以聽到一些的訊號 但是你給不到反應出去 你都表達不到你自己 那基本上就好像困了一個 一個人硬被困到一個客房那裡 就是一種可以叫做lock in lock in的一種狀態 其實是一個很痛苦的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 今次這個研究很有意義的地方就是 先不要講治療 如果你能夠引導他們和外界溝通 我想已經是一個對精神上很大的支援 還有當然了 學術上的價值來說就是 幫助我們了解人的意識 因為對於一個 已經是對外界表達不到反應 他腦裡面的活動 很多時候就真的剩下 他可能的聽覺和小小的觸覺 然後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意識的時候 變成他的腦部的訊號就可以 你講了少許就可能 就會給到更加多 比較乾淨一些的腦部運作系統 來給我們對於意識的研究 提供更加好的材料在這裡 我們記得很多年前 陳北強都有類似的情況 維持了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研究我想最有興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他說那個腦部還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他是不是暴限了某一個地方 還是他整個腦都還在運作呢? 其實很多時候就看到他是射來射去的 就不會只是困在一個地方 如果你看到困在一個地方 我想就很爆炸性的發現 因為在整個意識研究裡面 今時今日已經沒有人再說 他只不過會存在在腦裡面其中的地方 因為無論說我們的記憶 我們去感知外界的能力 其實一定是牽涉到整個腦部 是橫跨了很多地方 問題是怎樣跨區法 由他怎樣不同 就是信號射來射去的模式 我們就知道他是處理著什麼 運作著什麼 我們現在用了這樣的方法去理解 甚至乎有些工作是交給AI的 去幫我們認腦部的信號的pattern 是的 但是譬如說你撞到某個地方 它對應到某一種的行為上面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我們可以這樣推斷 就是我們某些功能在某個路的某個地方 那的確這裡是可以的 甚至乎我們現在很粗疏地 我們找到幾百個這些功能區 譬如我們什麼語言區 是的 耳朵對上一點的那個地方 耳朵靠後一點的那個地方 另外前立業那裡也是主宰著很多這樣的判斷 情緒這些東西 另外我一定找到時各區停各區的這些東西 是的 但是這些就是 老部也是這樣很有趣的 既有各自獨立的功能組別 OK 但是同時他們橫跨幾個組別之間的溝通 也都構成了一些更加複雜的 一些老部的表現出來 包括意識 包括記憶 如果現在我們用這個磁力共振 是看到這麼多 你猜會不會還有進一步的技術 更加我們看到就是 當我們的腦子在想什麼事 對應一個什麼的狀態呢 就是還有沒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技術 你問我暫時就只能去到磁力共振 會不會還有其它東西可以看到更加仔細 暫時就沒有了 就是 我又提一提一個另外的研究 就是我們曾經也提過的 那個人在想著說某一隻字 就是譬如我們首先教那個人去想著 很多隻二十多三十隻生字 然後現在的腦子是有辦法分別到究竟 其實是腦子在想著那二十多個生字裡面的哪一個 就是當你想講不同的生字的時候 你裡面有不同的信號在這裡 而且那個信號就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關於語言區的研究了 因為你想 譬如你想講科學生肢 那四隻不同的字 科字、學字、生字、肢字 這幾個字 你對應嘴部 就是口部發出來的肌肉有一點點不同 於是你去量度一下 就是對應你那個 控制你的語言功能區域 給出來的那個訊號 你真的會看到就是 叫你講科字和想著要講學字 它出來的訊號是有這樣的分別 就是現在我們對於訊號的分別能力 是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你說要去到任何東西都具細無為很仔細 就是隨便給你一個訊號 你可以告訴你它有沒有清醒 在想著什麼 在想著政治正不正確 是壞不壞的東西 就沒有去到這個程度的 如果有一天就是這樣 對於極權國家就非常有用 因為到時不知道是言論審查 還是思想審查 絕對沒錯 這次就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